建国科技大学 于即日期展出 由空间设计 数位媒体设计 商业设计等 三系毕业生作品连展 内容相当精彩多元 我们有参加了 A Plus的竞赛 已经有九件入围 接着下来 我们还要再去台北参加 心理代展 今天在建国科技大学 建国这边来展出 在建国的图文大楼一楼这边 欢迎我们彰化乡亲 全国乡亲 来给我们指导 来给我们指教 然后我们主要这次的设计 是做漂浮城市的概念设计 那主要就是 为什么会提用这个构想 是因为说 当全部的人都将移动 在海平面城市去做生活的时候 那可能就是会需要 一个城市作为 海平面上的城市去作为应用 设计上面他们最特殊的地方是在于 由于未来我们人类对于环保的要求是越来越高的 所以事实上我们这一组同学呢 他加入了许多太阳能 加上了许多的垂直氯化 加上了许多特殊清质的一个材料 能够让我们未来的 未来的漂浮城市能够 确实的能够落实在我们实际的运用上面 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设计概念是起飞吧地球太空船 Earthship它是一个国外的设计环保概念 我们希望将它引进台湾 并且运用那个环保休闲园区的话 是希望观光盛行 可以将这个概念借由来旅游的时候分享给民众 我们希望就是说同学们 以这个材质从入港的很多传统的生活体验做出发 将材石草融入那个情感 那所以我们群名叫材石草 希望就是将材石草这项供应品 能够当作一份礼物送给思念的人 建国科大副校长江金山表示 此届的设计学院毕业成果连展 内容上展出了台湾文化 环保理念等年轻人创新想法 欢迎民众能踊跃前往欣赏 供应频道张华允张华采访报导